我們現在來到傳說中 田園菜發雞的吉林路 為什麼是我發雞 誰叫你一開始就在這邊打 跟你們講 田園菜就是從這裡開始講 亂講 當初都沒那麼多間 當初只有一間啦 所以當初這裡最有名的就是那個 抓什麼包丁 田園菜就開始從那邊玩 然後遇到一些 有的沒的這樣子 譬如像說 你回去再把土放進去這樣子 可能白板啊 小葉啊 然後再一個 對啊我不要做那麼多分笑 這邊是一面長長的一小 一百公尺啊 一百嗎 對面也有兩天 整條路連吉林路下去 一大堆也小啊 以前這裡就是 都是那個外國朋友在那邊流連的地方 兩地走進去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我從姐 有馬也汲了 啊 好 什麼是盜版的這樣可以嗎 好 關於這個問題呢 涉及到的 其實有可能有 製作權法 商標法的問題 我們國家對於製作權還有商標 是才告訴乃論 所以呢 不行的 不過要提出告訴 就是等於說你一定要報了人家才可以嗎 對 鋼板 鋼板你不提就可以 必須要有經過授權的才可以 那你怎麼到哪天都鋼板呢 你覺得是授權 只要去問啊 有可能去問 不過有些的 它是有代理商的 或者是它有授權 有哪些公司是可以去查法 他們就能幫你去證實 像其實我們有些的司法實務 就像我們抓到了 或者是買到了 也是拿 送去給他們去鑑定 看說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機台上面寫全日版 這個問題是有點不太清楚 我把它限說一下 如果說它的全日版指的 都是日本正版的 夾出來是盜版的 能不能請求更換 當然可以嘛 因為你才去給我的訊息是 你那是正版的 是日本的 可是夾出來的卻不是日本的 或者是盜版的 那當然是可以請求更換的 這裡面還有另外一個 它有問到說 司法自治 司法自治原則上它只是在講說 我們私人的契約要怎麼訂立 國家原則上是尊重 不能夠違反 強制或者是禁止規定 譬如像說 強制就不能夠買賣啦 這是屬於禁止規定 所以司法自治還是有一定的界限 它的界限就是 強制禁止規定是不能夠違反的 還有不能夠違反公共秩序 善良公署 譬如說 包養契約 這個可能在 目前國家傻力 可能就是不允許的 被出了耶 好厲害喔 有煙耶 但是問頂哥要不要勾好 我還給他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鳥娃機裡面 我們那個就是 不可以放香菸 如果放這個香菸 就是違法還有酒跟盜版公仔 都不能放 就會牽涉到法律的問題 OK 他其實問的問題非常有深度耶 他說夾罐跟夾送一些醃酒類的 會不會出吧 你就有可能你看夾罐 把這個放進去用夾 但是呢 可以換其他的東西 換的可能不是醃酒的話 或許他只是一個代替物 喔就像以前的檳榔殼一樣 對有可能這樣子 那基本上我的評價是 可能會OK 為什麼我只敢講可能呢 因為如果這裡面還是有煙的話 我不要跟你換 我等於買了一包煙嘛 所以他會出問題 可是如果他只是一個空盒的話 我覺得他就相當於一個代價 但是另外一種喔 假設我是夾這裡面喔 我夾了多少 可以換一包煙 或換一包酒 煙跟酒 他是屬於二許系列 一定要經過主管機關許可 才可以販賣的 你沒有經過主管機關許可 你就販賣 就是違法行為 是有行事責任的喔 而且也有罰責的 卡上完蛋了 我來挖挖看 哇 這樣 拿不出來耶 拿不出來 算了下次再拿 卡洞自取 要不然我來挖挖看好了 賺到了 哈哈哈哈 好厲害喔 不過我們再加一個問題 如果這是前面一個客人所夾的 欸 他馬上可能做了問題喔 如果那個客人 我沒有辦法知道 他是不是 拋棄了他的權利 或者是他的權利 有沒有繼續要行事下去 所有都沒有的可能 他就是放棄 他不要行事了 另外一個人可不可以 把它取出來呢 就很像是 我的皮包放在那邊 所撿起來的 就可能是一個遺失物 有可能會有這個狀況 除非他能夠被認定成說 無主物 不是遺失物 無主物的話 任何人都可以先贊 取得所有權 所以像剛才那個 可能會出問題喔 打雞台壞了兩次 打給台主 打給台主 玩 雞台鋪上了台主 還是鋪上兩次 怎麼 不賠 不賠 怎麼這樣啊 全部販賣其他的特色就是 如果連續是投 投到保夾 就強壯 可以選取一個 但是我在投的一個狀況底下 其實他故障了 導致我沒有辦法 持續的累計到保夾金額 他其實就某種程度而言 我的權利沒有辦法 完整的行事 那他所提供的服務 當我不停地累計的時候 你要確保這個過程 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是因為 機台的問題 故障了 這是台主義務 他提供給他 所以他有權利 可以要求他排除這個問題 讓消費者能夠 旅行完畢 這個看起來啦 應該是一個 企業基因者 可能是 有使用 感謝下面的新聞 大家好 好夾了 我要過去夾那個 石獅子 保夾還夾不到 打給台主 喂 台主喔 我已經保夾了 夾不出來耶 可以麻煩你過來一下嗎 是背景物不可以換好了 可是你標系的背景是那一個 可是實施子 並沒有標記 那是背景啊 呃 那個 那個我擺中式啊 那個不可以啊 可是你並沒有標示 那個是背景啊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哈哈哈哈 最簡單的 基本思考邏輯 這個會是誰設置的嗎 一定是台主設置的嘛 台主他可以很明確地去 標示說哪些是背景 但是 如果說 他沒有標示的話 契約發生了修紛 那解釋上 要對消費者做有利的解釋 選擇上 他只有針對他所標示的 雖然司法制製有一定的範圍 既然沒有 讓消費者在 投幣選取之前 認知到說 他是一個 不能夠夾取的物品 工程買賣器可以選擇的 打洞啊有些是因為物品太大 或者是他洞口設置的問題 導致說他卡在那邊 沒有辦法過電源 那有些台主他會主張說 他雖然這個洞口這個 這個range裡面 但是他不算出貨 所以你不能夠取 其實這個觀念 應該是有問題的 因為原則上啊 在沒有任何的 特殊情況之下 他是可以順利掉下去 也會發生所有 全移轉的狀況 如果說 他真的卡住了 這其實也是台主設置的一個問題 因為這 這整個裡面的東西 都是你可以控制的啊 洞口是 一般是在我們 這個機台的 左前方這裡 東西掉下來的話 這個 洞口打開 就會自取無法 然後電源的部分 就是在這個洞口的下面 大概 公開 就有 海黑色的那個也是電源 神器天地 所問的問題裡面 有一個家事問題 他問說 另外安 安小姐單身嗎 是 請請 這樣 為什麼 呃 阿咪 你要去哪裡 欸不要激動 不要回來 關於這一題啊 如果我打一打他自己 打開服裝了 那我可能會把這些東西擺一擺 譬如像說 把這 擺到這裡 這樣子把它夾出來呢 當你投到一個金額 我可以搶爪去選取你要的 他的支配過程之中 有用包含說 你可以操控說我自己覺得你放 這個東西要放哪裡 不行的 這可能會影響到說 台主願不願意跟你成立這個買賣企業 基本上我認為說這買賣企業是有問題的 但是 你說會不會構成刑罰的犯罪 如果說 我擺完之後我投錢 我真的就 10塊錢我就認下來了 好 那可能會有些問題 你也知道 有時候擺在動手的東西 一丟買之後丟到最後面去 我還打到保夾 我覺得這很難欸 但是有沒有看到 很明確的實務見解 我會認為說 它比較偏向一個民視糾紛 如果說這 有些地方 可能是爪子 進不 都沒有東西的狀況 比較也碰不到的 我們就能把它放前面一點 我把它放出來一點 導致說 欸我可以夾得到 或者說好 我現在只是把它 擺比較凍厚 但是譬如像說 我只是把這個放出來一點點 讓我可以下手 可以碰得到它 我在旁邊夾... 夾... 這就是個問題啦 不見得會有一個犯罪行為 所以這是個案認定 而且再加上每個法官或檢察官 他們心裡面說 想的都不一樣啊 所以 這種問題很難有一個固定的案 感謝開設的兩例 好頂哥 大家好 喜歡記得按訂閱 分享 頂哥賺的喔 好開啟小運動 掰掰 大家掰掰 有個小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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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不想 grips 到你這個地方 你吃吧 你吃不得太wolf 你吃不得太 乖